好久没吃手擀面了 这两天总觉得天寒地冻的 今天中午做个手擀面 我现在先来和点面 这就是普通的做蛋糕做饺子的面粉 这个是中筋粉 应该算是吧 稍微加一点 和出来的面比较筋道一点 就我和孩子两个人少做点 再加点盐 今天的面团活得非常硬 好了 基本上成团了 让它先醒上个十分钟 我再来揉一下 过了十分钟 我再来揉一下 现在面团变软了很多了 看上去光滑点了 好吧 再醒十分钟 再来 现在好多了 我再来揉一下 好了 现在可以让它醒着 放个半小时来做饭了 炒一点肉丝 把它放进汤里 这个汤是我上周做提胖剩下的汤 然后现在解冻了 今天来下面调味道应该非常好 好了把青菜过油 上海的肉串菜方面 青菜一定要先炒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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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擀面 今天的面条实在太硬了 换一下 换下一个长的擀面杖 好了 差不多了 切一下 切一下 哦 这个厚度和宽度的面条 煮熟了 估计和乌冬面有的一笔了 把刚才炒过的青菜放进汤里先开煮 因为青菜我炒的挺深的 稍微煮一下能够软一些 这边煮面条的水开了 然后面条煮下去 其实可以直接放在面里一起煮 但我觉得这样出来的汤不清 太浑了 所以我还是适应先过一下水 好了面条煮开了 把它过一下凉水 把面条放进面汤里 和面条一起煮上个两三分钟 我们就能吃饭了 绝对是家常版的菜汤肉丝面 一定要是宽汤面 我又加了一点水 稍微放一点点的盐 菜汤面一定是宽汤面 所以我加了点水 加了点胡椒和盐 煮沸腾后马上就能吃饭了 煮开了可以吃饭了 面条也应该软了 先给孩子来一碗 这碗是我的 还多出来一点 先放点 开吃了 Good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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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整天的面非常的硬 嗯 脱脱的家常版 菜汤肉丝面 面条掉了 快点吃吧 好了 拜拜 拜拜 再见